韓國的音樂人 這次再和韓國的音樂人合作 他們寫的旋律我都很喜歡 因為是很簡單 而且是有張力的 再配上林若玲不細膩的歌詞 其實每次唱這首歌 或者聽這首歌的時候 都會給我一種很要心要肺的感覺 這次拍這個MV 我自己覺得很好玩 因為兩個MV分上下集 可以提高故事的完整性 這次的MV真的好像拍電影一樣 拍攝的時候 導演還要交代演員的感情 和來龍去脈 加上對手是謝君浩和豪哥 好戲之人就會很容易 將事情順理成章 變得很有氣味 《風眼》和另一首歌 叫做《我的親人》 就是第二集的 因為劇情好像你剛才說 有點複雜 但又不可以穿下一個 所以拍攝的時候 都要問清楚導演 我覺得她做得很好 而且被人淋雨 我看到也心痛 全身濕透 本身也很喜歡Mandy 因為她很漂亮 又很高 又打籃球 她很帥 所以當導演說 找Mandy 做我的年輕的Kelly 我答應 可以 這個可以 我覺得最感動的是 Mandy和莫俊明 他們兩個 學生時代已經認識 那個情是很深的 學生時識的 所以會墮入 那套話句之後 第二集就有些事情了 其實我看電腦的時候 已經穿了第二集 會是哪位做男主角 就是浩哥 謝君豪 他飾演我的前輩子 其實我的親人 就是說我去找回浩哥 他是一個大學教授 我拿著那些話句去找他 就問他為什麼 當時會這樣 就是forget me forget me not 那些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卡給我 其實想拿回一個closure 錄的時候 絕對是另一個心情 因為這首歌 是韓國的producer 他專門 那時還在疫情期間 專門飛來香港幫他錄 作曲人是有兩位的 我帶來Vocal Coach 來香港錄 錄音室的時候都很緊張 因為我《我的親人》這首歌 最初我收到那個歌的時候 那個key是很高的 然後我跟Vocal Coach說 是否要唱這個key 然後他說 你練的時候用這個key 我說 蛤? 這是叫破喉嚨的 然後他說 你練這個key就可以了 我便照練 也練了一年多 因為疫情 因為後來疫情好些 他們才可以來 所以入錄音室的時候 都挺緊張 因為始終是韓國人 唱歌的時候也不可以很噁心 盡量去發揮 不知道是否因為我已經練習了一年多的時候 入錄音室一唱 唱完之後他們都拍了手 兩個composer 都很滿意 我心想 唉我放鬆了 他們喜歡 最重要 因為唱得出他們要的東西 這位Vocal Coach 其實本身都是一個producer 他幫我找到花見小路 和美站天閣這兩首歌 都是他幫我produce的 他自己又懂唱歌 所以做了Vocal Coach 今次這兩首新歌 都是他在韓國幫我找的 這首歌本身是林若寧幫我寫的 他寫了之後 我就看到 一邊看歌詞都眼濕濕 加上音樂 我每次聽 我都有點打爛陣 因為當一個曾經愛過人做親人 很傷感 很慘 慘到那種地步 我想是十級 又不可以和他一起 但又要祝福他 這些是最慘的 拍了兩個版本 一個是說你剛才說的 有一點複雜 少少不出的 但是後來導演說 不如你拍一個是釋懷了的 你知道了之後 你終於知道 為何你當時要飛我了 有那種釋懷的感覺 最後他選了釋懷的感覺 因為他覺得舒服一點 和輕鬆一點 好像好一點 不用太Heavy 所以就選了這個版本 因為和鄭君豪和豪哥合作 你知道他影帝 都很緊張 因為第一次和他合作 雖然沒有收音 但是我們現場是有對白的 是有話說的 以及我們都排位 所以感覺上好像拍戲一樣 所以這次拍這個MV也挺好玩 又不是 真是符合劇情的 有幾句 為何你不找我 那些 你去了哪裡 有些是這樣的 有一個就是我和豪哥在學校 一邊走一邊聊天 那些就真是自己作出來 但是又不會很離題 都要配合整首歌的情緒 就是這樣 Why Why me 就是為何要飛我 那些很想知道答案 那時候很傷的 被人飛 還要不辭而別地走去 嘩 多傷 圓滿一點的 都應該是釋懷的 因為他做了我的親人 他做的那個親人 他做任何事情 我都應該要支持他 我不知道每次唱這句 我都打爛陣的 這個音 我不知道是否是音樂 還是江華歌詞 每一次我都 我這樣聽 我都打爛陣的 會 我都打爛陣 你做了 都已經記住了